露角色 笑了 勒布朗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最近可能兩邊有團練之類的 或是AQ做出的請求知道 噢 這個雀草現在的勒布朗不可小觸 真的在跟中路說哈囉 每隻角色都針對中路 這裡柔衣也是按掉了 再來的話跟上的是一個賽特 可以觀察一下就是 JD這邊 感覺起來AQ應該是會讓AD都開了 那JD他勢必要按法弱勢的情況之下 他們越不願意接受對方的Etherail 因為這邊JD目前的前兩個封鎖 看起來很像是 他們有可能會把Etherail給開出來 誒 他自己按 對 自己按法弱勢 所以他們很想要拿Etherail的優秘喔 感覺起來 那克里斯達也還開著 那WACO又很愛玩克里斯達 所以這兩個選擇我自己是覺得一樣好 其實不管你選擇克里斯達 或者是選擇Etherail搭配優秘應該是一樣好的 沒錯 而且克里斯達再配上瑟雷 瑟雷雷也會是以色拉自己非常喜歡玩的一個開戰型輔助 那最後的話 我覺得他們自己選擇全開嗎 選擇全開 對 按掉了是一個卡 那這樣所有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強勢的AD角色 現在全部放在外面 不過 HQ 這個挖口 要再拿一場亞飛利歐 昨天拿了一個夸爪 這個戰術來carry了整場的一個比賽 那今天的話是 要延續這個氣勢拉 感覺PCS好像對 亞飛利歐的順位是放得比 其他的AD更高一點 蠻多隊我都是會 選擇亞飛利歐優先 那其實他真的是一隻相對 有機會被counter的英雄 所以 應該都是 對這些AD選擇之後的操作真的很有自信 相信他們都carry 那JT這邊其實有沒有必要在二選選貓咪就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 對面的 亞飛利歐跟幽咪的相性並沒有這麼好 沒錯 最後還是先幫哈娜拿出了一個特朗德 因為按掉可雷夫的情況下 特朗德還是版本中的首選 對 哇 特朗德可以看一下 在這次PCS夏季賽的一個勝率 出賽5場 贏了4場勝率80% 非常可怕 那另外一邊我們剛剛前面才剛說完 以色拉自己非常喜歡玩的一個開戰型輔助 就四雷西再配上 亞飛利歐的一個相性是非常不錯 然後來了 強角 OK 強角了 好 這邊 JT其實也沒什麼辦法 你如果在 呃 第二選的地方先 硬幫炫討選下加利歐的話 那其實這個特朗德開給對方 我們剛剛都看到了嘛 特朗德畢竟是一個勝率80%的角色 所以 呃 這個選擇也蠻合理的 那HQ的強角當然也是 應該是在JT的預料之中 對 那在 昨天拿出的一個加利歐 在這邊HQ藍方 搶走了之後 也是考驗了Next T等一下的一個角色 不過這裡還是先幫無敵 把貓咪給拿下 因為不然 正義手如果沒有把貓咪拿下的話 其實 在HQ先選下輔助的一個狀況 第二輪 其實可以再奔兩隻 我覺得 1-2在沒有優秘的情況下是T1 可是有了優秘之後就變TS了 就他變成一個 呃 有點不太能夠擋住的 兩人機器 進攻機器 那在第二輪的話 因為HQ這邊 第一輪是沒有選打野位的 所以在特朗德這裡就是把自己比較畏懼的一個進爪給按丟 那歐拉夫也還開著 其實也可以考慮在第二輪 呃 但 因為自己是特朗德嘛 所以沒那麼怕歐拉夫 但 空運的歐拉夫是表現得非常不錯 那 呃 除此之外 像是 雷克薩 李鑫 大概也就是這樣 這些角色在做選擇 哇 他BAN了一個老蓋倫啊 這個是什麼意思 哇 這第二輪 難道 雀巢是有機會玩中路蓋倫嗎 呃 這個我不相信 他是玩過蓋倫遊蜜 是嗎 我覺得他好像在春季賽的時候是有拿過蓋倫 但那場比賽我覺得輸的很慘 那場比賽是輸的很慘 那當然 呃 蓋倫遊蜜的相信是很好啦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 不太可能吧 就是 但HQ這邊還是選擇封鎖 那在這邊紅方的話第二輪 另外一個特朗德不想要遇到的一個打野 所以歐拉夫被暗掉了 特朗德 另外一邊則是跟上了一個潘森 理論上特朗德會想遇到歐拉夫 但這邊應該就是還是 有點忌憚 空越歐拉夫在前期帶解說的能力 然後包含他跟 加里歐的combo 其實也算是 他有一個很簡單能夠進場到會戰中間的大局可以使用 就是這個 避免對方可能在會戰中給到一個非常強勢的combo 最後還是把這角色給暗掉了 第二輪 這裡建模二薩斯 我一單上悟空就要開著對方了 悟空開著對方的話就是拿到悟空加加里歐的combo 那這樣子的話最後的一個counterpeak還是留給了是雀草 應該說 在對方第一輪已經拿出加里歐的一個情況下 反而在J-Team這裡第二輪第一個選擇 還是先把Race的一個角色先給亮出 那當然昨天我們有看到 二薩斯走去中路 但我相信這場比賽 走去中路的機率應該不太大 畢竟他也不是一個那麼好依附加里歐的 哇空越里歐 再度開秀嗎 這場比賽又拿出來了 而且在夏季賽PCS 里歐勝率是還沒開虎的 零啊 里歐以這場比賽的陣容來講 他其實並不是非常好發揮 對面的組合 都算是還蠻 有位移能力的 所以 特別是要踢掉伊德瑞爾的難度是特別高 沒錯 更何況還是有貓咪的一個幫助 這個跑速一加乘起來 這里歐要真的把伊德瑞爾給踹回來 我覺得 難度是偏高 而且另外一層的意義就是 你沒有輔助可以踢的 輔助通常會是 你可能比較 會去做視野 然後會走位 再靠前的角色 但因為有優秘的關係 其實 里歐在混戰當中 可能會更難發揮一些 對那這場比賽的話 最後 Leaky 是要拿出的是魔陀凱撒 要面對的應該是 俄薩斯 來看一下 Rex跟Leaky的一個表現 在之前LMS的時候 兩邊應該都是 有交手過了 那最後的話 J-Team的一個中路 雀巢要給他的是 卡薩丁啊 太鎖了 哇 這裡這場 要拿出來Carry了 不要再說我是 功能型的一個中路 卡薩丁他會附出的 代價就是在前期 加里歐的推線 會變得有點 太舒服了 因為加里歐他本來就是 一直在有等級 特別低的時候 他的推線能力 特別好的角色 那卡薩丁在前期 很可能就是 只能完全被動的 在塔下收兵 那這個就會讓 他的邊線 就是先不要說 卡薩丁自己 有可能被gank 這個問題 他的邊線 會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特別是 E0跟遊民 前期也是會沒有限權 所以 HQ如果 他們能夠在中路 打開 非常好的推線零線的話 是可以去嘗試 這種早期的自殺兒 沒錯 而且 這場兩邊 隊伍陣列看下來 以中野的強度 我覺得在HQ這邊是 強非常多的 而且在這個版本 我們前面也有說到 在 前面的節奏 不管是小龍 還是預示者 都非常重要 這場如果一旦 讓 加里歐中路 是拿到推線的優勢 其實搭配上 理性 入野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 侵略性會非常高 那當然這場比賽 對 JD還是他們的陣容 選擇 就 是一隻 每個人都可以 跟 優咪互動的英雄 就是 除了優咪之外 剩下的 AD 中路 打野 跟 上路 其實都跟優咪有很好的相 就是優咪現在搭造哪一台車 他都有 非常不錯的發揮空間 沒錯 那在 這場比賽的話 我覺得也是兩邊的AD 看最後 是誰能夠 站出來 因為畢竟在 WAKO 昨天的一個 亞非利歐 到後面 也會是一個 大魔王存在 那 在 小V的話 這場拿出了一個 Etherail 加上的是 Woodie 也 拿出了一個 貓咪 這個 兩隻角色 加成起來的話 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比賽馬上進入到 是 第二場的一個 召喚俠哥 這兩隻隊伍昨天都 拿下這個本季 夏季賽的第一勝 馬上就要在 今天第二天 來一個強強對決 你剛剛有看到 他們 這個遊戲做的多用心嗎 請說 日環石都照到了 欸對耶今天 他說今天如果錯過的話 好像要再等195點 沒錯沒錯 希望 結果我沒看到 啊我這次錯過了好可惜 希望我 下一次之後不會再錯過 下次已經輪不到我了 那也沒辦法 那 我們馬上來看到的是 第二場的一個 召喚俠谷啦 在兩邊的一個 關鍵符文代法 最會uniboy 這中路是帶上了一個 起風法術 那在這場有趣的是 以色拉也帶上 起風法術 喔 這個倒是蠻特別的 那他當然應該是希望 呃包含可能 進化之類的 包含 虛弱之類的技能 甚至是在重擊 也是 後期有機會 可以 來發揮的一個 裝飾技能 那起風法術現在真的 確實有點 太過OP 那主要OP的點就是 搭配光輝披風這個 這個部分啊 那搭配光輝披風 讓 特別是中路的 法師型角色 或者是像 家裡有這種 很需要貼近對方的 開彈型角色 使用他都非常的舒服 對那在 兩邊 打野都是選擇上班不開 來看一下 空月李星 在前面也是 非常講究的是 風向的一個帶動 那這場比賽中路 搭配的是一個家裡喔 在前面的話 看能否 給予哈娜 多一點野區的一些 入侵跟壓力 那哈娜這邊選擇了一個 蠻 比較不一樣的 開局 他是選擇多刷了一攤六鳥 並沒有直接 往下半步 刷完三攤單地野怪 之後上到 三等 對那反而是 空月 應該會是 上半步全刷的一個套路 那這個打法 我覺得 蠻 聰明的點是 因為特朗德 你在前期也不會去幫 伊澤瑞爾跟幽靡 那你如果要選擇 上半步開局的話 其實是 可以更 多的發育一些 沒有那麼急著要三到三等 對其實在 伊澤瑞爾加貓咪的這個 組合跟陣容下 真的要發生一些擊殺 前期的擊殺 我覺得也是比較困難一些 在 前期的話 HQ下路雙人組 是打得比較兇 有一個推線跟等級上面的優勢 那在中路的話 Uni Boy這場 面對到對方 卡薩丁在 前期的一個刷野 應該說 在刷兵線的一個速度 也會比較舒服一些 他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在前期推線速度快之外 他的耗膜量又非常的低 所以 馬上就過來囉 血量很安全的 把 把自己的兵線給刷完 對這裡打了一個支援燈 不過後方 哈娜就在這裡 這一個非常早期的進攻 過來Uni Boy如果 露頭的話 後方 哈娜也過來 再一個嘲諷命中 到對方的一個 JRZ啊貓咪 在下方的話 TP過來想要來抓 不過Uni Boy的血量已經不夠 最後Fulse Bloss 由哈娜給拿下這個塔殺 以失敗告終 結果Nasty過來 必要的是挖口的一個閃現 所以這個前期的進攻 是JT完全想到的 完全想到Edge會做的事情 所以哈娜他的 打野路徑判斷 跟他在 那個時間點站的位置 是很完美的 所以JT 完全有預防到這件事情 那雖然說 比較少的是 卡薩丁的TP 什麼都沒有說到 然後還交了自己的雙招 但這一波其實已經 有效的幫助 Ethera跟Uni 緩解掉前期 有可能會被對方 持續針對的問題 對 哈娜已經非常早的時間點 就蹲在了後面 這一波塔殺 過來一個嘲諷 也直命中 是Ethera 然後再跟上一個出勾 來看一下 扛塔非常多下的 一個Uni Boy 在塔下搭配上 哈娜的一個傷害 拿到了一個Double 旁邊XT過來也是B閃 但比較可惜的是 小V這個死 好像有點不必要 因為他剛剛是在 極殘血的情況下面 奧數越先上去 想要去多達一點傷害 但剛剛以那個時間點來說 其實 挖口如果再多往前走一步的話 那他就一定會死了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 測到一個安全的距離 讓自己 不倒下來 對 哈娜過來 來到上半部 不過兵線是被 所以Liki控在這裡 一旦以小兵數量來說 是慢慢會往外推 不過 哈娜這邊已經露出來 一個柱子頂到 直接B閃 哈娜在這場比賽的前期很活躍喔 那 當然這個其實是我們在 比賽開始前 我們就有想到 有可能AQ這邊中路 因為輸太多 他們有可能會往下打 那 你只能說JT的應對做得非常好 他們 想得到這個狀況會發生 那他們 去處理這個狀況的方式 做得非常不錯 對 在前期的話 哈娜 已經拿到是200的一個領先囉 這個前面的一個 打野動向 在上半部也是把閃線給逼掉 再回去把自己的 油耗給農起來 這整體的一個發育 到目前為止 JT是拿到了一個不錯的優勢 但是在中路的話 依然是Unible 有一個推線的機會 不停的跑線 在河道中 可以多插一些視野 但是JT 台北巨戰隊這邊 也是有所意識到的 有瘋狂聘點給自己的一個隊友 所以卡拉丁來說比較傷的是 他在前期是很需要TP 去幫他買一些關鍵的組件 讓他比如說像是水滴啊 像是 呃 這個便當盒啊 追劃魔方啊之類的 是很需要TP 讓他可以 在前期有這些reset 然後快速回到線上的機會 所以少掉TP的話 他在前期的節奏就會 進展得更慢一些 有可是去選擇先出了一個便當盒 但好消息是他這兩個比賽 他的第一波recall 其實撐的時間很長 因為 對面的加里歐也是一直在跑線的 過來抓到你囉 而且等級上面的話 哈拿是有一等的一個領先的 不過在中路的話 這裡Nasty因為回家的過程 而且 在小V以及WuD都是被壓在塔下的 所以這條的小龍應該是會 讓HQ給順利拿下 我真的滿喜歡哈拿在目前 前六分鐘的表現的 他這邊對龍也是沒有任何一隻的眷戀 直接 把重點放在自己的發育身上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你在賽前 你就可以預料到 下半部跟中路 被推薦的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前期我們的小龍就是勢必得放 所以這個 以選出這樣子的陣容來說 抗到 那在出勾 勾到的是被釘到的小V 一個整個小張刷回來之後 不過旁邊貓咪給予的一個護盾 跟補血效果 其實 讓小V有在線上更多的續航力 那我覺得 接下來就要期待哈拿 能不能在魔鬥的閃現轉好之前 搭配二殺子去懲罰看看 因為他們在遊戲的中路跟下路 能夠主動發育進攻的機率是趨近於零的 所以 比較能夠懲罰的還是對方的摩托凱撒 對 而且摩托凱撒在兵線往前推之後 就往河道去多做一些事 畢竟 他自己也知道 一些閃現是還沒轉好的 還有一半的時間 而且哈拿也是慢慢的往上去靠龍 兩邊的下路線也都知道 這兩比賽大概就是要選來發育的了 所以也都紛紛地踏出了泰組品 這邊來囉 導演過來 迷糊血鏈有掛到 李奇這裡又被拉了回來 被迷糊血鏈給打到 但是旁邊過來的話 哈拿一個柱子頂到 李奇這邊的話 是沒有閃現的 被吸了一個深入霸體 在裡面進行一個1比1的單挑 再一個閩殺打下去之後 哈拿先往後拉一下 但是這個傑傑一出來 就是Rex過來 一陣招呼 不過還好是李奇身上有一個護盾 剛剛那個Q1空了 如果Q1有中的話 有可能是 可以在 更接近擊殺一點 所以說那在中路的話 這裡uniboy已經 越過整個兵線 要去把後排的小兵給敲掉 反正這邊加里歐他就算 前期贏個2、3成4CS 對卡拉丁人息都不重要 他需要的就是 讓自己的等級跟發育 到那個時間點就好 所以加里歐如果沒有辦法 在持續推薦的同時 在邊線去搞出一些名堂的話 其實局勢會慢慢的 對這體更有力 那在這個整體回去補裝的過程 應該是會先想要快速把這個火箭曜帶給掏出來 反而是讓李奇找到一波控線的機會 那這個兵線應該是可以卡個1到2波 2波兵左右的時間 對那現在目前的話 整體經濟在前面J-Team所領先的一個 金錢全部都被HQ在對線的一個過程中 就給拉回來 尤其是在中路的話 其實UNIVER一直不停的推線 讓NESTY在塔下也是漏了蠻多的 那另外一邊的話 這裡PIN燈 想要往上做支援 這裡李青往上靠 現在下路線是有多一招可以打架的招 提到了過來 提回來 這裡RAZ在被紅衝給打到之後 身上是沒有大絕 不過是有閃線 來看一下這裡交閃 冰武血鏈再掛到了之後 李奇又被拉了一下 不過中路的話這個頂 正義通勢頂到的是NESTY 過來之後再一個嘲諷 哈拿紐要躲過 再跟上一個閃線 想要來禁塔UNIVER的話 這裡有點危險 一個戰戰風暴在塔下 成功反打 哇 而且最後 點燃的TICK還差一點 把哈拿給收掉 這波哈拿感覺 他柱子應該是並沒有放得很好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還到UNIVER而已 那後續是交閃 但是傷害的計算上面差那麼一點 剛剛 藍重擊不知道是 呃 他是先交了 然後沒有帶走還是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CD是亮的 但 我猜剛剛應該是有交藍重擊 但傷害還是差一些 沒錯 而且在 剛剛這一波衝塔的一個過程當中 中夜其實 在 台北決戰隊這邊都已經把閃線給交掉了 而且狀態其實也都不是特別好 那另外一邊的話 HQ則是順勢的把 這D條浴室的給拿下 那這樣一來的話 其實 上半部的 主動權也被 對方有點帶走 啊 兩個太出品 喔 不是吧 兩個太出品是可以 互疊的嗎 還是會疊完一個之後再疊下一個 哇 那這裡是出了兩個太出品 然後在小V的話 身上是有一個水滴的 那這樣子的話 在前面的一個經濟 其實跟 還有 對線的傷害過程 其實都會有些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中路 這一波 這邊卡拉丁畢竟傷到六等之後 也是有一定的追擊能力 然後靠征服者 POP起來之後 多換了一點血量 0斷掉了1 但這個負子並沒有放得非常好 然後跟閃線過去之後 再加一個閃線 這個傷害是差這麼一點點 對 就差一下普攻了 不過在剛那波結束之後 HQ等一下 關鍵的這個預視者 到底要放在哪一路 而且 加利歐現在 英靈之門的大絕 還是握在手中 我覺得 一樣 應該是會希望尋求 一波碰撞之後 放在 特別是下路線 會去尋求下路的碰撞 然後盡量的讓預視者 給亞飛利歐遲到 所以現在 來看一下 打野已經靠在了中路 不過要GANG到一個卡薩丁 確實還是 有比較高的難度 這麼想要來夾下嗎 逼得過來 但是TP交了 對 現在卡薩丁 在已經沒有閃線的情況下 他在對線上 打得更加的小心 HANA也要往下 這邊有機會再來 救到小V嗎 這裡開起來 越來越來越 TP過來 一腳踢在牆上 T1Q都下來 B掉的是一個支援 貓咪最終篇章 有控制住了對方 兩名成員 在前面的這裡 尤其好像傷害是有點不太夠 而且後方的話 越是趕到面目鞋 直接往前砍 搭配上HANA的一個傷害 拿到了一個Double 被套上一個虛弱 傷害是有點減緩 不過沒關係 繼續往前砍的話 以色拉已經倒下 這裡開啟了一個王林領域 再一個閃殺 把小V 在EVE單跳競技場中 擊殺掉之後 交閃線往上做撤退 不過後方的話 還有NST開啟了虛空機型 想要再往前打 明目鞋 再度控制到之後 這個人頭 留給的是卡薩丁 哇 JT對AHQ的 卡薩的應對 是做得真的非常的好 在這場比賽 剛剛又是一次EZ2雖然說是先被蹲到 可是 後續的地方 特朗德跟優秘趕到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你可以看到優秘的大絕 雖然踩低等 沒有什麼傷害可言 可是 他的控制其實是給的非常滿 在 那麼大範圍的LE控制之下 其實 剛剛應該是4到5個人 其實都被直接定勝出 沒錯 連續的 兩次塔殺 全部 被 台北決戰隊給化解掉 來看一下這裡放出的預示者 想要直接把這個小屁給秒掉 踢在牆上 不過這個治癒 搭配上後面貓咪過來 給予零一波控制 那 在RESTTP下來的一個瞬間 傷害直接爆發 而且 其實剛剛在打之前我們就應該講了 JT這邊是有兩個TP捏在手上可以傳 所以 雖然說第一時間家裡好像是先看我們錯 但 人數上的優勢 其實只要TP下來的話 JT只需要第一時間的拉達 讓優秘有機會 泡到自己的隊友身上 給予BUFF的話 他們就不太擔心家裡有這種塔下強殺的判斷 對 不過畫面一會兒看到雅菲利歐自己單人點掉的是 這個下面下路的外塔 而且也是一個首塔 拿到的是六百多塊的一個賞金 畢竟是要把 這個預示者的價值給發揮出來 雖然說會戰士打輸了 但 至少該拿的護甲有拿到 對 我們 現在來看一下這個上半部的一個經濟表 甚至是HQ領先 這個泰祖品賣掉了 所以等一下 如果有機會 JT取勝我們有機會訪問到 他們隊員的話 勢必要問一下 泰祖品 沒錯 所以在前面的話是 買了兩個泰祖品 在 經濟跟傷害上面的話 可能前面都會有些許的斷檔 不過我們等一下還是有機會的話可以來問一下 在這場比賽拿到人頭的是 HANA以及REST 在上半部的話 這哥薩斯目前是一個202的戰績 但是 這邊 Nasty 其實是有收穫到人頭 而且他的發育 現在已經跟卡拉丁 已經跟卡拉丁差不多 持平了 這個會變成 HQ現在開始要去擔心的事情 他們可能是要提一點速度 來避免卡拉丁的發育太安全 沒錯 這個時光戰士已經在 十二十三分鐘的時候 就已經掏出來 目前也疊了一層 以時間來說是 非常可以接受 JT這邊應該是會非常希望 一切的碰撞 他們會主動去巡遊的碰撞 都發生在可能 二十分鐘左右 之後 另外一邊的話 上面找到了一個挖口 這裡過來 燈籠有沒有機會可以撿到 不過被定在了塔下 插了一根粉眼 哇 這裡挖口被留在了塔下 最後人頭的話 還是落在小V身上 HANA這場比賽也打得太好了吧 哇 這整場 進攻 感覺都是非常果斷的 而且整體節奏帶的也都非常明確 100%的擊殺參與率 走到哪 殺到哪 走到哪 逼閃到哪 剛剛那波 AG的下落線死的有點太過輕易 喔 挖口是 想要把這個閃線給省下來 所以 他第一時間是在等燈籠的 那這個 大家都 對S8 世界賽 UCI被 呃 插眼 然後 拉不到燈籠 這個畫面記憶 所以現在這基本上 已經算是一個基本操作 就是 要去期待燈籠的話 呃 死亡率色點太高一點 對這個閃線的話 是選擇這波扣下來 不過 人頭卻是掉落 那 中路這邊一個柱子 再度頂到 不過沒有把正義衝擊給頂下 在UNIBOY的話 中路還是可以成功逃脫 那 在邊線上面目前的處理 現在給到的是離體 不過 Rex的發育明顯的是 比這個魔鬥凱撒來的高非常多 所以等一下在 邊線上面的話 這裡 也會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這場魔鬥沒有選擇先出一個 呃 小翻架 我覺得他就 顯示他並沒有想要在對面上面去壓制住對方的2S 對 然後中路真的要來找這個Nasty麻煩 其實也是比較困難的 畢竟他是由 多段位移的卡薩丁 那另外一邊的話 現在畫面來到的是HQ 在爭奪的是 本場的第二條預示者 來看他吃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那在J Team這邊的人員 其實也是沒有成功過來要做防守 就選擇先讓掉 那JT看起來在這場比賽 完全是選擇一個 反 反手進攻的模式 他們沒有去跟對方整搶任何一條的地圖資源 那 也沒有主動的在線上去發起太多的進攻 就是等對方 決定要來塔殺 決定要來打這波的時候 他們在進行反制 對 而且Leaky剛剛是徒步走上去的 畢竟他的TP是沒有好 那Rex的話是一直在 自己下路 這個呆著 而且也慢慢的把這個下路的外塔給拔掉 這裡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在台北決戰隊這邊 16分鐘 也是經濟反超了 反超了1000多塊 其實在邊線上面 我覺得等一下會越來越難防守 尤其是在Leaky這邊 整體發育是被拉開有點太多 那在上半部的話 則是小V這邊也是 單人推進 以Uniboy過來防守的速度 是勉強的可以把這個外塔給拿下 不過應該做守住 不過也沒有辦法撐太久的時候 那在ASQ的話 中路把玉石這個放出來 對 讓他直接推掉 因為JT這邊的陣容 是沒有任何清兵能力 恩 NESTE跟HANA趕緊過來做防守 來看一下 WAKO這邊是很想要推 不過在這個玉石撞完一頭之後 後方 NESTE趕緊把兵線給清掉 那另外邊 這個小V上路的話 這外塔應該也是可以帶人拿下 畢竟EQ一定不會是已經撤離這個上路了 剛剛AG玩打來有打來的有點保守 他們可能是覺得想要轉龍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把外塔給硬點掉 因為剛剛那時間點其實因為一直有在上半部 那當然他是有TP的 但HQ剛剛其實人數上的優勢應該是可以讓他們繼續推進 沒錯 那另外一邊的話 HQ拿到的是這條的小龍來做交換 目前的話是本場第三條 也是他們自己對上的第二條小龍 現在經濟差距大概是在兩千塊 這個局勢其實對HQ也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對 因為在台北決戰隊這邊的話 有一個後期的大寶陣 就是中路的卡薩丁以及 這個上路的二薩斯 其實來到後期的話都是非常可怕的 更重要的是現在這個時間點開始 就慢慢會是JD陣容的Power Spike Ease Red的裝備都到手 然後卡薩丁的需要農的這兩件裝備也都到手 可以慢慢發育的時期 所以HQ如果沒辦法在 這20分鐘左右去找到一波會戰懲罰JD的話 他們的這種發育角色會過得非常辛苦 下路RES這邊找到的是Leaky這一波的暴打 開啟一個亡靈領域後方空越想要過來支援 不過這裡RES繼續往前 來看閩薩有打到 然後再一個金屬爪抓回來 旁邊的話小V搭配上貓咪 但是旁邊的話 以色拉斯把這個小V給勾了回來之後 空越來到隊伍的正面做支援 瓦口開啟了一個大絕 小V叫閃線往後走 不過又被踢到了 自己連到的是Ithera的身上之後 下方Leaky也成功搭配Uniper反殺的對手 這個出狗找到的是Nasty之後 再個周圍傷害抓回來 身上還有一個點燃的效果 再加一個閃線挖口 成功把Nasty人頭給收下 我們剛才說 HQ必須要在20分鐘以前 找到一波團戰 那JT就自己送給他們 我們剛講過JT在這場比賽的前期 他們是縫行 就是我絕對不主動去打架的策略 那這一波 RES他確實是在單挑上面壓制了 對面的Leaky壓制得很好 取得很大量的領先 但他們剛剛這波後續的Code做得很亂很亂 因為他們是選擇讓自己的雙人線 靠到下半部來 然後想要利用 先靠過來 然後等到這個魔鬥的大學結束之後來擊殺魔鬥 但反而是其他的兩個人 包含像是卡薩丁 包含像是克朗德 靠速度都非常的慢 哇這一波 好 以色拉建功啦 這個硬是把想要過來支援的無敵 搭配上的是伊德瑞的小皮屍勾下來 那下方的話 自己隊伍沒有過來支援的台北J戰隊 是各個一一被擊破了 而且另外一個比較可惜的 就是剛剛在單挑的時候 RES他的閃現並沒有成功的閃掉 Leaky的E技能 導致他在出這個魔鬥的房間之前 最後一個Q是空了 導致魔鬥在後續有足夠的血量 用生負責慢慢的拉上來 對 而且剛剛上一波 哈娜好像是沒有來到隊伍的正面 所以是一個4打5的團戰 最後是被HQ給撈回來了一波 而且也成功的把經濟給返潮 這場比賽峰迴路轉 而且也掉了一個 惡薩斯的賞金給魔鬥 所以魔鬥他在前期的劣勢 就靠這個賞金是打回來蠻多的 對 就剛剛那一波 確實是以色拉在團戰中的發揮 他在死亡宣告幾次出勾 都有勾到對方關鍵成員 JT的選擇也是蠻值得檢討的 剛剛那一波 確實以色拉在這邊 感覺他的 PW快到了 但 AD搭配輔助去主動助長的遊走 然後沒有自己的Jungle在身邊 其實還是比較危險一點 來看一下旁邊的GO Ranking 所以在目前發育整場最好的話 是這個挖口的亞菲利歐 9485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會在自己邊線 或者是在對線時期 把自己發育給鞏固起來的選手 應該是說ADGE這場比賽給他很多資源 不然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浴室者跟護甲城 其實都是讓 挖口主動把他吃光的 所以 應該說ADGE本來就是一個 以下路為核心的隊伍 目前所有的經濟都是灌在亞菲利歐身上 而且兩件套已經掏出來 這關鍵的IE加上颶風劍 還有一個匠師療刀 這裡都已經拿出來了 距離亞菲利歐最強的power spike 也已經不遠 看看他等下會不會繼續 往死亡之五來處 因為現在我們一般看到的亞菲利歐 都會在第三件裝備或第四件裝備 選擇出死亡之五 身上還有一千多塊 這場的話挖口發育是真的非常好 有夠有錢的 另外一邊的話 小V也是勉強把自己的兩件套給掏出來 這個水滴劍也是已經農出來了 現在一的二 算是 蠻能打架的時期 但這次 因為剛剛那一波 上一波會戰的勢力 甚至自己的雙 雙勢力也都把散線給交掉了 所以 比較難主動來接這個團戰 所以來看一下 又一次燈龍 有機會可以抓到了嗎 沒有辦法 挖口在裡面非常無助 燈龍撿不到 哇 那這個正宗隊伍大腿一倒 旁邊Leaky開了一個亡靈領域過來 想要來換人頭 但是一出來 還遭到的是J Team所有成員的一波爆打 最後小V也把人頭給收下 聘了一下巴龍 他們覺得時間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喔 對面其實只倒了兩個人 我覺得應該是來不及的 哇 這個悲劇再一次重演 這個是不是要競爭賽區DAD 就勢必要繳這個 拉燈龍的學費 哇 這場比賽他已經繳了兩次啦 而且都是非常慘痛的學費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清場回放啦 這一波是沒有閃現的啦 所以他 也只有拉燈龍一條路了 當然這場的柱子卡得非常好 哈拿這場比賽 確實是 完全打出身價了 哇 他不是 他是被柱子是被頂到 雖然說那個燈龍上面是 也被插了兩個紅眼沒錯 但是他被柱子頂到 他也完全沒有辦法撿到那個燈龍 哈拿這場比賽 已經先提前預約了 如果JT贏的話 那他應該是提前預約 哇 這邊出勾 找到的是對方的一個打野 不過這是此時的話 李姓已經線性倒下 奧斯維先生上來 小V打得非常兇 搭配上英靈之門直接降下來 找到台北決戰日所有成員 但是瑞斯特幫 這一個劍魔將士 咪不解見 看到了對方後排三名成員 成功是換掉一個人之後 在正面戰場上 用力不會交出了驚人 但是後方還是被 哈拿搭配無敵的傷害給帶走 這邊還有優秘喔 閃現過去的哈拿想要硬來換 最後搭配上的是小V的一下普攻 已經拿到了Kidding Spree 雖然說 哈拿把自己人頭給換掉 不過換來的是小V 一個Double Kill 這波其實 UNIBOY的家里歐 在這波戰打得非常的好 他進場之後 先用大絕把對方的前排跟後排卡開 然後再用自己的嘲諷 去拖還了非常多時間 甚至換掉了卡薩丁的人頭 但 這一波 這一踢在這個時間點的 作戰能力真的太強了 特別是伊之瑞跟幽靡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Power Strike 對 後方只是英靈之門下來 給予限制 不過 這一個時間點的Rest傷害好高啊 對 他一個人挑了對方三個 還換掉一個人 但其實上半波UNIBOY也為自己的隊友 爭取非常多的時間 但這個時間點 雅飛利歐的作戰能力 跟伊賊瑞爾搭配遊民的作戰能力 是差很多 沒錯可以看到 一直回一直爽 還亮了一個NATIMP 哇這場比賽在後續殘局的一個處理 小V也沒有讓自己隊友失望 對那 但現在兩邊碰撞得很頻繁 但都還沒有累積到 足夠的經濟優勢去 所以兩邊AD的話 目前三劍套都已經掏出來了 伊賊瑞爾現在是強到 不行 不行 他是三劍裝 加上有優秘的保護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 真相比賽當中最能打的 那卡薩丁其實也快了 他可能就等待這個大天使 合出來 可能下一劍 不然往金人或是往巫妖來走 所以現在畫面又找到的是 挖口這裡 RES開啟大拳 不過NATI開啟個虛攻擊型 往前打是有點驚險 好險剛剛那邊沒有眼可以插 兩個是一個中路跟一個上路 插不了眼 不然這個挖口又要皮皮抓一下 這個第三次 第三次 但他這波是有閃現的 所以這次就不能再重造復撤了 所以現在在目前的話 台北決戰隊是把經濟勉強的又給撈回來 哇 你看到特朗德他的 還是才1000塊 第二件裝備選擇的是一個喜客的聚合之力 所以 這場比賽就是 在會戰當中要完全交給伊澤瑞爾來發揮了 對 而且在切後排的話 還有RES去給予一些限制 那這裡的話HQ想要用這條的巴龍 來B站嗎 這裡月營少兵是直接下去之後 打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伊澤瑞爾大絕刷過來 刷到了對方三名成員 而且傷害打到Leaky上面是蠻高 來看一下測速度有點快 不過旁邊的話RES趕緊過來 搭配上NFT 想要來做一個包夾 貓咪尼追蹤天章空過來之後 直接找到對方的一個挖口 空運想要來吃巴龍 但是沒有辦法 這裡的話AD跟帶已經倒下 最後巴龍是卻是 UNIBOY這邊偷到 不過這些成員應該是要全速倒下 開啟一個亡靈領域 不過最後一個成員都沒有辦法換到 一出來就得死 RES開啟了一個建模將士 想要再過來追 但是最後 唯一有巴龍Buff殘存的 只剩下一個輔助 欸這波的判斷是 他們覺得RES的掉 就大概這個是唯一 唯一的解釋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的動起了巴龍 因為其實他們是 清完對方的眼之後 第一時間就開了 所以對方一定會過來走 那他們也不像是要B站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的Call 是全部的人都硬吃完 他們沒有直接拉出巴龍 去接戰 所以 剛剛那波如果不是B站 就是他們有把握自己能夠RES完 但以實際的結果看起來好像差了蠻多的 那雖然說最後還是 好加在Uni Boy有拿到 真的是還好有把這個暴龍拿到 不然這感覺整體的節奏會直接雪崩啊 但這個Call就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失敗的Call啊 看不太出來他們這邊選擇去Rush巴龍的動機是什麼 沒錯 而且Jateam在剛剛那波巴龍時 其實兩邊已經做一個包夾直 其實打的也是非常鼓觸 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先把 要重擊的空越一擊輸出重任挖口給秒掉之後 HQ後續的成員就沒有太多的一個輸出 其實剛剛那個會戰對Jateam來說 如果是以包夾的方式進場的話 真的太簡單了 Eithered的機動能力這麼好 他勢必可以確保自己在會戰當中 是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那卡薩丁也有非常優秀的位移能力 所以在這種 包夾 就是從多角度包夾的行動 他們不怕說有一邊被對方 去進攻 然後剩下另外一邊趕不到 因為他們有太優秀的位移能力 可以去在會戰當中穿梭 對 連續幾波團戰 而且人頭全部都是落在Rest跟小V身上 哇 哇 已經730了 小V下一件裝要出 是什麼啊 他出了一個物理致命的道具 所以下一件裝備可能是要往鬼刀 或者是木森黑人來走嗎 也有可能會是 出個夜色元界 想要來多一個一層保護 不過是有看過Eithered在比賽上面出 妖夢鬼刀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可以來 持續關注一下他的一個出裝走向 那在上半部的話 Rest在邊線上面給予的壓力 已經不是Leaky可以去面對的 現在是100%擋不住 而且他還出了一個亡靈斗篷 在邊線上面如果打到這個魔兜凱撒 基本上就是直接撤過去 這邊是直接不管龍魂的 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要 善用自己在這個時間的領先 不要讓HQ靠著放一條龍 然後可以再拖個3-5分鐘 是直接想要把這個 中路的高地塔給直接突破 這個中路的高地成功拿到 但是HQ這邊的話 還有以色拉身上有個巴龍的Buff 另外一邊的話 HQ則是在剛剛的一個時間點 成功的把這個聽牌龍給拿下 我覺得也是 看可以阻止台北巨戰隊 在下一條龍就拿到龍魂的一個機會 應該說他們現在換他們有龍魂點 那5分鐘之後就 會變成HQ 如果在那個時間點 亞非利用裝備大概4件裝到手 然後 魔兜慢慢的有作戰能力一點 他們甚至是可以去 應接這個龍 然後來跟對方拼個龍 對 這也是HQ這次隊伍 最喜歡打的後期一波團戰 這個如果水龍的龍魂拿到手的話 找到了對方的空運 奧術越先上來 趕緊盾自己的隊友做撤退 但是旁邊的話 有Nasty過來 找到對方的空運 魔眼過來 但是還有一下 夏季賽的雀草 哇 這個夏季賽的雀草 目前再往前做追擊 找到的是對方優定不會再逼一個驚人 但這一起來之後 就要遭到對方兩人的手勢 一個嘲諷命中到對方的中路跟AD 不過一起來 Nasty又拿下了 是對方中路人頭 再閃現一個頂 這個再倒一顆可能要直接拼進去 找到對方銀色拉 迷符血劍拉到 再繼續往前打 此時開了一個石像鬼盤盒 叫閃現躲過迷符血鏈 不過旁邊還有Nasty 再過來 最後人頭是落在Woodie的貓咪身上 他將中路的兵營無法做防守 台北決戰隊在這一波團戰 把HQ成員一一擊破 這波中路的兵線沒有進來比較可惜 所以他們是選擇 應該是 拿完中路的兵營 然後去掠奪一些野區資源 然後把整體視野給佈進去 現在的領先已經非常 在一個很穩定的狀態了 沒錯 而且 時間 這個倒數已經到了 這個 雀草已經16等 這卡薩丁已經來到的是 最可怕最可怕的一個等級 這場比賽這一整隊 我覺得玩得都很好 除了他們在下路主動發起的 那波失敗的進攻之外 完全有照著自己的 隊伍的強勢期去做調配 包含在前期 下路線很有可能被打點的情況之下 不斷的用反蹲的方式 懲罰A2的進攻 然後在終極開始 就是善用EaseR 這個間點很強勢 所以可以跟對方去碰團戰 當然A2 也給了一些機會 讓JD可以把這個領先用勢更加的擴大 沒錯 而且 J-Team在 中路的一個裝備 現在大天使也偷出來 而且時光也疊滿了 身上還有一個驚人 其實在容錯率上面也是非常高 甚至他其實 可以考慮把盾然界賣掉 再出一個懷錶 因為他的懷錶是沒有用的 而且搭配上貓咪 其實真的是像我們賽前所說 他不管上哪一台車 其實在團戰中 都是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主宰能力 很可怕 他們這個陣容 因為衛影的能力非常優秀 所以會希望的是 能夠 一步步的把會戰的陣型給崩解掉 然後讓優迷是不斷用上車下車上車下車的方式 去跟著其中一個人 然後靠他 無限的回復能力 還有機動性 去打贏剩下的殘血 而且貓咪還出了一個米卡的魔鍋 這個阻擋可能 在團戰中 Uni Boy給到的一些控制 其實時間來到現在30分鐘 這個家裡歐 能夠在團戰中 渠道的成效 我覺得已經非常有限了 對 他在會戰當中 現在 希望能夠做球給亞斐里歐 但一樣 CAT的陣容 他們的衛影能力真的太好 加上你剛剛提到的米卡的魔鍋也出出來 所以 只要伊德瑞爾或是卡達丁 能夠透過優迷的魔鍋拉掉 哪怕是一個人拉掉也好 都有機會 以1打5 他們現在的發育是真的非常好 所以這個巴龍要重生了 而且吃得出步非常快 我來看一下HQ 這邊想要來做防守嗎 聘點已經聘出來 是HQ所在的一個位置 這裡每一個草叢都要過來探 走在第一個是以色拉 但是旁邊的話 就有Nasty過來這一波想要來接 伊德瑞爾大學刷過去 之後再一個Q技能 找到是以色拉 這邊Nasty交出了一個驚人 這波操作有點迷喔 對 過來又被嘲諷住 然後交出了大天使 加上的是一個虛攻擊行 趕緊的往後做撤退 但好像在這一波後續沒有 欸 隔牆找到你了 這裡打了兩下之後 WAKO的位置是暴露出來 再一個出勾勾到對方一個HANA 此時的話 這裡HANA落單了 不過坦度還是夠 扛住了WAKO的幾下輸出之後 還沒死 而且旁邊的話 Licky遭到的是Rex的一波爆打出勾 沒有命中 伊德瑞爾在前面扛了非常多的一個傷害 石像鬼盤合開起來 不過血量也是已經不夠了 小V叫產線往右邊去做撤退 在此時的話 奧蘇越前上來找到對方伊斯拉 先把對方輔助給收掉 而且套上虛弱的話 是WAKO叫產線往後做撤退 再一個奧蘇越前上來的話 小V一一打二 Double Kill 一個柱子頂掉的是正義充全 這裡Uni Boy驚人一起來 應該要宣告是小V 拿到了一個Triple Kill 那這場比賽應該要在這邊 畫下句點了 剛剛最後一波的會戰其實 感覺JD是有給HU一點機會 剛剛缺少在第一步 第一時間的這個 進場 想要去阻嚇對方 剛剛進來巴龍頭 其實做得有點失敗的 那也讓這波會戰 最後打起來的 位置跟樣子有點怪 有點像是 一場大混戰 但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JD的陣容 在這個時間點他們處理 這種會戰收尾的能力太優秀 特別是EaseRail跟Uni 剛剛亞飛六十 稍微虛弦的一步 EaseRail一個WQ 然後把他打到半血一下 然後他也非常輕鬆的 可以在會戰上中收合 小V在出完死亡之五 這件第三名劍裝備之後 真的是 強到不行 而且他最後因為又出了一個 木色黑人 所以爆發戰戰上面是更高的 沒錯在後續幾波團戰 其實打下去EaseRail不太會死 甚至是一波團戰打完之後 搭配上貓咪的回復效果 他還是滿血的 而且追擊能力實在是太優秀了 搭配上貓咪可能給予至於 應該說浮血的一個加速 還有凹數月前 不停的往前點 最後一波團戰可以看到 WAKO跟他是完全沒得打 當然這場比賽我覺得 關鍵人物還是HANA 或是說JD的教練團在 面對BP的時候 做出了調整 他們在賽前 已經下得非常清楚的指示就是 我們也不用去想說我們要 怎麼樣的減損中路的損失 因為線就是一定會被推 所以我們要把下路給收好 所以每一波 HU覺得這個兵線 對了 中路兵線 推完了 下路兵線 HANA都在後面 我這波可以四殺二了 每一波HANA都在 而且更重要不只HANA在 而且 還有就是HU他們一扣板金 第一個技能一下去 一扛到塔 馬上TP就亮下來 所以他們的 團隊機率性其實也做得很好 沒錯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前期的兩次 HQ想要往下路打小V這個點 不過 對方其實都是有意識到的 REST的TP加上HANA的早期蹲點 其實都有其到很好的一個成效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的一個關鍵團戰囉 那最後選的是HQ這波Rush巴龍 那這個畫面其實跟剛剛那場 RSG對Nova的畫面有點相似 就是兩邊 兩隊都是選在一個不應該Rush巴龍的時間點 GRush巴龍 那結果當然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地氣場 這邊 HQ 這個扣巴龍真的其實 看怎麼不是很懂 因為他們的兵線其實也並 不是非常的理想 然後視野上 我們剛剛也講過 他們是在開巴龍的前一秒鐘 才會把對方的分野排掉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有一個賽後結算的數據 達了32分鐘半左右 然後KDA的話是26比9 其實人頭數的話 台北巨戰隊是大幅的一個領先都是 那在整體金錢的話領先也是來到1萬塊而已 塔數8比2 那最後的話 小龍則是HQ比較多 甚至是那時候 一度是擁有天海的一個機會 那在最後的巴龍是一人一條 雖然說那條巴龍是HQ這個 Uni Boy拿全部四個人 隊友的性命 換到的一條巴龍 不過確實 整體節奏已經被台北巨戰隊給拉走了 我覺得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剛剛的Ben P 我自己就是覺得 就是優咪跟E2真的加在一起 在這個版本太強了 一定比亞飛利歐強 雖然說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隊伍會在籃方去選擇手槍亞飛利歐 但 我自己覺得 以上比賽就算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亞飛利歐有太多在會員當中沒辦法打出DPS的可能性 可是E2跟Uni是近乎於0 每一波會員一定可以修 沒錯 那麼來看一下這場的MVP 要交給那些誰 果然是Nash前面 在非常早時間就說了 HANA預約了這場比賽的MVP 太扯了 26個擊殺 23個跟他有關 對 3-1-20 尤其是在前面 整體 我覺得台北巨戰隊 發起進攻點 以及被動防守的時候 都有HANA的一個出現 而且這場比賽不只是 他在下落手術有很多次 你沒有 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你也會記得 就是在上半部D-B-GANK 去B-掉魔鬥小線 其實也是從HANA的GANK開始 所以他其實是同時鞏固了 上路跟下路的兩條 所以像卡薩定 本來就沒辦法 甚至他也有跟 HANA 差點去逼出對方的擊殺 沒錯 那我們馬上就要來訪問一下 剛剛獲勝台北巨戰隊的MVP HANA囉 喂 HANA你好 也非常恭喜你們在今天的比賽獲得勝利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第一題的話是 你們跟HQ是老對手了 那這一場他們上場的是Leaky 而不是Ziv 那對你們來說 HQ的整體風格 還是你們熟悉的那一支 HQ嗎 所以你們跟HQ 都是老對手 但是他們有Leaky 而是Ziv 所以你們還覺得 你們跟他們都很熟悉嗎 還是你們跟之前的HQ一樣嗎 我覺得還是跟我們之前認識的HQ一樣吧 因為主要他們還是以下路為主 然後上路就是一個坦克 然後騎開團之類的 這樣子 OK I think they're still pretty much the same they still focus on pushing bot lane and their top lane is still more of a tank champions or late game champions OK 那第二題的話想要來請問一下 今天怎麼會在最後一個Pick 選出一個後期的角色 卡薩丁來給雀巢使用 跟之前春季賽的時候 常用的英雄風格 就比較不同 因為之前他可能是用一些功能型的中路嘛 那在修賽的時候 你們是有做了什麼樣的一些調整嗎 所以你們今天最後選擇了KaZden 為Nesti的中路選擇 是比較不同的 你們之前選擇了中路選擇 你們在下路選擇嗎 主要是我們剛才的陣容嘛 就是假如我們可以狗到的後期 我們雙邊都贏 然後我們中間也不怕對面進攻 然後我們拖到後面的話 我們自然就會贏了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在後面會贏 所以我們在這遊戲選擇KaZden 那你剛剛提到的就是 你們只要狗到後面 但你們前面真的狗得很漂亮 他們其實在前期針對下半部進攻非常多次 那幾個TP的傳送 還有包含你的特長的反蹲 都做得非常到位 是不是在賽前你們就已經有想好的 應對的方式嗎 所以你們在賽前已經有想好的應對方式嗎 所以你們在賽前已經有想好的應對方式 這遊戲 但是你們也跟TP的TP們也做得很好 所以你們也都知道他們會在討論 或是你們怎麼做的 主要從一開始的打野路徑開始 和中路演味 然後進攻 往右邊的時候就大概知道 他們想要約我們下路 這樣子 我們知道他們會在前幾個遊戲 在前幾個遊戲中 從前幾個遊戲中 我們知道他們會在前幾個遊戲中 會在主要關注我們 所以我們也能夠對方 然後就來了 那就恭喜 HANA跟JT在下季賽取得一個好的開局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保持 好那也非常謝謝HANA接受我們的採訪 那在剛剛那場比賽 台北巨戰隊打到LHQ 確實也是 我覺得打得非常激烈啦 而且人頭碰撞也非常多 那兩邊AD確實也不負眾望 在這場比賽都打出了非常高的一個輸出 而且經濟在前面也都是整隊 應該說整場最高的兩人 我覺得 JT在前兩場比賽下季賽的表現 應該對他們的粉絲蠻力的不少 因為其實他們在春季賽的表現 如此的 應該說就是差強人力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 就是你不會 不太會覺得是選手的問題 你會覺得是隊伍之間出了什麼 一點點不好的地方 那 目前看起來下季賽的調整是有到位 對於這段時間的調整 最後是把雀巢 就扳回到了中路 那在這兩天比賽看下來 也確實台北巨三隊都取得了勝利 那 左下角 現場比賽將會是由RHG 要再度出戰 達到的是Vagia 那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就是第三場的精彩比賽囉 在這兩天比賽 我們有為一個人們的打工 在這兩天比賽中 HG 在這兩天比賽中 要再度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在這兩天比賽中 適合的第一天比賽中 就是要來 一大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